11号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北约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指责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并就香港 南海等涉华议题发表负面言论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 中方强烈谴责北约秘书长 针对中国发表极不负责任的挑衅性言论 有关言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恶意歪曲中国的内外政策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长期以来 北约秘书长罔顾事实 和中方的反复交涉 一而再 再而三地利用各种场合 对中国大肆抹黑攻击 渲染中国威胁论 煽动 移华 反华情绪 配合某些势力对华打压遏制的企图 昭然若揭 种种拙劣的表演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惕 也充分印证了北约作为冷战的遗存 阵营对抗和集团政治的产物 将给世界和平与稳定 带来何种风险与挑战 中方奉劝 某些在政治生涯上行将旧目的西方政客 不要妄图靠拱火交游 挑衅绅士和嫁祸于人 来强行留下些许遗产 中国将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自身的发展和对外合作 为世界和平稳定 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同时坚定维护自身 主权发展和安全利益 将中国数为假想敌 北约最终只能自食苦果 总之平约最终的 雷 期应 春 亥 写